台北地检署连正署真办桃园巴的何宜宅闭案最新消息是 他在昨天守罪提讯赛亚的元凶集团董事长赵腾雄 而检方同时也秘密的以证人身份传唤了新复发董事长郑青天要来厘清案情 郑青天在深夜不出北解的时候面对媒体的提问笑而不答 还要记者别为难他 面对记者询问新复发建设董事长郑青天笑而不答快步离开台北地检署 非检连正署侦办桃园巴的何宜住宅弊案 除了首度提讯赛亚的远凶集团董事长赵腾雄 九号晚间还以秘密证人的身份传唤郑青天 诡议的是证人无需请律师 他却聘请律师在外等候 似乎担心改变被告 评讯在晚间十点多结束 我们不是以被告的身份来接受信问 是配合检察官的一个信问 那因为有争吵不公开原则的一个试用 谢谢 去了解日前遭到收押的前桃园眷副县长 叶世文的女命有陈丽玲 在新北市新庄区有一户近三千万的豪宅 由于豪宅的取得金额低于市价 检方因此传唤该建案建商新复发相关人员 了解购物经过 至于爆出弊端的远雄建设 两年前被检举涉嫌行贿 台北大巨弹招商标案的评委 原以查务弊端结案 如今检调将重启调查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